欢迎您继续收看 带众人的新国宝档案 我常觉得在台湾的博物馆界 过去即使在比较物资缺乏的年代 可是他们非常努力 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国际化了 我举个例子可能您都忘掉 或甚至您都不知道 在1983年 那个时候我都还是学生 当时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举办了一个展览 而且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也出借了他们的产品 那次史博物馆也向部分的私人厂家 去借了一些产品出来 办了一个南北朝 以及隋唐的石雕展 这个展览非常的轰动 甚至还影响到国外去 那也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第一次把他们的产品出借给台湾 在那次展览当中 有一个私人收藏政经的各界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哲静 他是旅美的华侨 部分的台湾朋友 那么昵称他是凯娃 看了那次展览 大家才知道凯娃的佛像的石雕 那么他的收藏品位 以及他的收藏质量 是如此的丰富 如此的高 我在这一次 在宇甄的拍品当中 就看到了当年在这次博物馆当中 所出现的这个展览品 我们镜头当然会带您去看看 不过呢 我们先从大家比较熟悉 同时很多人所喜欢的观音菩萨 开始看起 常总观音像在台湾都一直很受欢迎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台湾信奉观音嘛 人很多 尤其是女性 哦哦 对 因为他的整个体态啊 面相都非常的好 所以摆在家里面的话 他们会觉得很很慈祥 但这两件我们所看到的观音像 材质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铜 对 但听说两个都有款 对 这个款是 这个是玉堂石手 玉堂石手 对 玉堂石手其实是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 名家 石手石手嘛 但是 款这么多 我们怎么分辨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第一个我们是看它的这个面相 再来就是看它的这个掐的银丝 然后再来就是看它后面的款 它这个款非常的漂亮 嗯嗯 这边有玉堂石手 这个传书款 这四个字 这 我们上来看到这边都有 砍银丝在 这个高度有多高 42公分 过去的拍卖场里面 大概只要出现 呃 观音像 都会引起这个拍 呃 买家的这个关注啊 那么其中 这个石手是一个呃 名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手啊 那么其实 是婉转非常的呃 有 有它的这个韵味的这个存在 那相对的这个白色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这个德华 对 何朝宗 何朝宗款 对 又是另外一个名家 那同样的 那对于何朝宗款很多人也会说 那到我怎么看 虽然有个款是何朝宗 但从哪些表现 它会是对的东西 头发是一个很重要的 OK 比如说它的头发是有罐的 那个可能就会比较轻轻带的东西 嗯哼 但是你有看到它明代的时候 它的头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脸像 嗯哼 它的脸像就比较饱满一点点 嗯 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从它的衣折啊 还有它的德华的颜色 OK 就可以看得出 这点比较带一点米白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纯白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如果说比较轻的时候 它的那个德华的这个颜色会比较白一点 嗯哼 那它这个就是比较敏色 OK 它就可以从各方面去看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它除了一个方的一个印以外 它还有一个葫芦的一个 哦它的款 对对对对 它的款有两个 这我们看到它那个章 上面是一个葫芦 对不对 下面是一个方章款 嗯 刚才张总特别提醒说 它的这个法式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到它这个 法式下来它的卷 卷这个辫子 这其实也是一门功夫 因为它把它做了十分的这个流畅 这个它一定的这个时代风格 这种这种法式的模样让我想到另外一件 呃体态差不多 但是法式几乎是接近的 就在这个北京故宫 OK 那同样都是明代的 所以这个它的时代特征是十分的这个明显 听说你们有客户专门喜欢收藏观音 我们好多客户都很喜欢的 哦是哦 对啊 通常观音像给人这个仁慈 还救苦救难 对对对对 尤其是女性的收藏家 大家都一般藏家都是男性嘛 但是她的太太都会很喜欢观音 哦 我觉得这个佛像啊 包括观音像 因为通常我们的这个长辈的影响啊 那么听到很多的民间的故事 还有宗教信仰 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啊 可以亲近艺术啊 呃佛像其实是一个雕塑 非常重要的这个项目 那当然那个宗教领域很广泛啊 我觉得观音像 应该是大家比较容易亲近接触的啊 你看这个是铜的 这个是瓷的 那两个都是观音 可是完全不同的造型 我常常也觉得说这是 我们去接触雕塑美学的一个 最好的这个方式存在 这件雪山大事 铜筑流金 胎体厚重 相貌旗鼓 方面长耳 双眼宁定俯望下方 略带笑意 含蓄自然 大事半裸上身 斜披荆 呈右书状 耸肩曲轴 双手扶右膝 支撑下额 淋漓尽致的显现 缠定气象 这是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所藏的 原莫名出铜流金 雪山大事像 这是美国旧金山的亚洲博物馆 所收藏的名铜流金 雪山大事像 和拍品相比较 三者诠释的方式并不相同 但是拍品的造像审美元素 更胜以仇 这三件大的石佛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三件的话就是说 这两件的是有在 那个历史博物馆展览过 是陈泽静的收藏 那它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很少看到佛像的这个头发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然后这里面都还有画佛 这个是蛮特别的 那这一个比较特别的话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法式 在北齐能够看到这样子的 法式的作品也非常的少 然后呢 这一件的话是 在佛像里面的那个 它的照相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这一件的佛像 它是有66公分 当时这个在庆丰银行的时候 拍卖的作品 是蔡家的收藏 那这一次刚好就是 他们也要有一个装修 所以就这个佛像 就刚好有一个系列这样子出来 1983年2月13号开始 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曾经盛大规模的举办了 南北朝隋唐石雕艺术展 当时展出品有40多件 有20件是届次世界知名的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加上普林斯顿大学所提供的一尊 一共有40多件 这是国外大博物馆第一次提供增长给台湾 也因为外国大博物馆第一次和台湾合作 所以在事前要取得对方的信任 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情 当时大都会博物馆 还特派了东方部的副主任何泰文 亲自到台湾来勘察 他了解台湾的场地 设备以及防护措施 和其他的餐产品品质之后 决定全力相挺 当时旅居纽约的收藏家 陈哲敬先生提供了12件增长 而其中两件展品 就在这次宇甄的秋拍中 当年的展览被称为是一次 难能可贵的千年约会 时隔近40年 我们在宇甄再一次的 和千年古佛约会 仍然觉得震撼难忘 拍品共8幅 以16罗汉为主题 在卷本上勾描构图 以白粉精彩等做细部的点缀装饰 使得画面充盈华丽感 每一幅均化一堆身形高大的印针像 成一繁装一旱装的搭配 繁装者或坦右肩或通肩 皆坦落前胸 并且以韵染法表现出肌肤的起伏 旱装者则层层加裹 交领右刃外搭水田衣 袍服上描绘了圆点 莲珠 法轮 卷草 莲花或腾笼等各式图案 精致细密 肤色典雅 又具有流动变化美感 三西博物院所收藏的 明朝天顺 拔罗多尊者 我们可以看到局部照尸色彩 其中以白粉描绘圆点的技法 和这个拍品极为相似 这是京城的白描佛说 维摩解经 倦以莫比白描技法汇旧 京城是中国近现代的画家 笔墨严谨 以功戴写 能书法兼公传立卷科 这个作品是京城四十三岁时 以游丝苗以及铁线苗汇旧 他取材于北京故宫博院所收藏的 北宋李公林 维摩眼教图卷 他以静态的手法画出了动态的视觉效果 画卷以笔墨 白描技法来成就 取材 佛教 佛说 维摩结经 呈现佛世界的庄严像 清静像场景 这或许可能是在拍卖中可以简陋的作品 创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收藏者是徐悲鸿的学生刘易思 徐悲鸿以精练有力的线条勾勒 女体的轮廓 笔笔准确 结构严谨 线条曲转流畅 法丝蓬松轻柔 诗笔不苟 并且透过明暗色块表现出肌肉感 展现艺术家身后纯熟的艺术功力 魅力无穷 画面中除了裸身女子外 鱼处留白 凸显目光焦点 也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徐悲鸿留学法国期间 他勤练素描 基本功无火纯青 人物素描不仅比例准确 动态自然 更体现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 徐悲鸿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线条是最有生命力的因素 透过线条与明暗的结合 赋予了素描作品的生命力 这是徐悲鸿的力 和宇真的拍品同样出版于悲鸿化学 也同样是来自于台湾苏物比 1994年10月16号的一场拍卖 这张画2017年12月23号 在西林拍卖上拍 当时的成交价是人民币69万 而这次的宇真估价只有新台币20万 这是我们在好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第二次去探访的宇真2022年秋拍的拍品 对拍卖公司而言 最困难同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就是去征集拍品跟销售拍品 当然了要征集拍品 那么对拍卖公司而言是他分内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让他们去伤脑筋 不过我这次去看了宇真拍品之后 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您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看重要拍卖公司 他们的这个预展 因为你去看了之后 你会对于过去重要的这些收藏家 他们除了有钱之外 你更从拍品当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眼光如何 同时他们怎么样培养他们的美感 以及他们的这个品味 这对于要收藏的人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些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但透过那么国际拍卖公司 或重要拍卖公司的预展 你学习的速度可以更快 当然了你收看我们节目 也可以是一针非常好的营养针 我是耐中人 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频道 给我们批评指教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